歡迎來到搖滾門外汗 我是Joey 今天呢我們終於可以來一個好久沒有做的點評 那其實也是一張非常非常短的EP Lil Nas X的7 其實呢我也是稍微簡單講一下我的想法 這種點評類的東西我真的已經很久沒做了 那我必須要說我對Lil Nas X並沒有特別的討厭或者是怎麼樣 Old Town Road這首單曲確實是非常非常的火紅 在整體的音樂表現上其實也沒有特別讓人可以挑毛病的地方 是一首非常好玩的歌曲 而且也是相當的catchy 讓世人注意到他的才華 其實他的未來也可以說是一片光明 但是我在聽完這張EP我真的是覺得 Oh God 首先呢這張EP的開始跟結束都是Old Town Road 一個版本是remix版本他跟Billy Ray Cyrus 另外一個則是就是最原始的Old Town Road 我覺得這個情況也不是說到很偷懶 畢竟這是一張EP而不是一張專輯 曲目脈絡的完整性並不是說真的重要到跟錄音室專輯一樣 而且這首歌這麼紅就聽個兩遍嘛也不會少一塊肉 那在曲目風格的部分其實除了他跟Cardi B的這首Rodeo 他是跟Old Town Road很像的這種鄉村饒舌 其他的都是一般的Trap饒舌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更偏向搖滾的風格 以一張EP的標準來說可以說是融合了蠻多不一樣的類型 那麼說完好的就可以來說壞了 其中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Leonard X他的聲線其實是非常無聊的 唱Old Town Road這種歌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是唱一種吃旋律性比較重的歌曲的話就會有一點問題 像是EP裡面的Family You and Me或者是Bring You Down 而在這些旋律性相對重的歌曲之中又會衍生出一個大問題 那就是Leonard X在寫旋律的功力真的可以說是糟糕到幾點 也就是說他寫的歌真的是有夠誠服 會讓聽了很不舒服的那種感覺 好在製作部分這張專輯沒有跌入一般的流行歌的苛舊 不然我一定會覺得這張EP就是個垃圾 總之這就是我對這張EP的一些想法 其實我真的也不太知道說什麼這張EP真的是很短 每首歌的架構也不是說太完整 以一個就是真的突然冒出來的發行爆紅單曲的歌手來說 嘖 那我們這張7的EP呢我給他的是4.7分 4.7分 對有什麼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想要我review什麼reaction什麼都可以跟我說 那麼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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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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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 допն